随便新说唱2024 睽違四年的体育馆阿卡贝拉海选 即将重启 有请四组零星制作人 公布你们的考核标准 如果你们加入我们的战队 我们可以让你们做 你们梦想的音乐 Let's get it 我就想说 今年的主角是你们所有人 并不是我们 我们会尽我们的全力让你们赢 但是我最想看到的是 这个是一个公平的节目 不管你在哪个队 我希望最强的人走到最后 就这个 谢谢大家 公平 特别打动我 我来到这里 我就想有一个公正的评判 就够了 其实杨和苏和Tabla老师的 卷然标准 是要注重表达 注重自己的决心 杨和苏是从一位 选手走过来的 他更能体会到普通选手的感觉 我们首先要找基本功强的 但是他必须是有独立思考能力 他有独立的表达欲的 然后他不能是来参加 外国收场角色的 他是中国的歌手 我们要找一些特别有趣的歌手 不是那些只是学外国的歌手 好 谢谢公安了 首先 首先 基本功是要好了 第二 你是有独立思考能力的 我觉得那就很适合我 把我说想看想法的 能讲故事的 然后刚好我是这一挂 我觉得他们需要 有更多可能性的人 然后我们也需要 就是一个 能给我们更多可能性的一个机会 我们想找帅的 社区的 也懂的 好吗 亲很重要 亲玩的就是 我觉得帅也很重要 虽然是新社区 但我觉得这个种类包含了 R&B 然后包含了这个 就是melody的 这个社区是可以包容很多东西的 只要是帅的东西 新潮的东西 觉得自己的音乐是能跟 更多人有共鸣的 我觉得这都是好的音乐 和帅的音乐 新的音乐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捨合的标准 谢迪和范晨晨老师 他们就可能想吸满一些 新鲜的学业 我相信我是最帅的 我只想被最帅的人考虑 我自己理解的社区 是那种能代表自己 那个地方的 能为你生活的地方 发声发力的那种感觉 说 唱 写 这三样东西 是我比较在意的 这是我想要找的 其实 我觉得 现在要玩好 帅的 很厉害的 技术很好 秀风那些 我觉得以现在这个时代来说 已经不难了 所以我们这一组更想找的是 独特的风格 有趣的灵魂 想一些真实的东西吧兄弟们 狗哥和乐哥就是比较看重歌词的 刺激 他们可能更喜欢去听你的一种综合性的表现 他们要找的就是有个人特色的人 他要找对谁俩 我有点不好想 怎么后边别人也开始找有趣的了 就是因为热狗也说我们要找有趣的灵魂 因为前一段 甚至那个台词是本来我要讲的 对不对 是不是有人偷奇了 对不对 欠我们行事 但是我想说这个舞台非常有意思 因为每个人都愿意多多的融合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起点 今年的考核方式将不同以往 因为杯水考核 完全由你们自己决定 今年有意思 意料之外 以往没有这种赛制 各大厂牌 这些选手们彼此观望 感觉上真的很有礼貌 但是眼睛都是火 我还蛮期待的 你们想接受哪一组明星制作人的考核 就请前往他们指定的看台区域 要提醒大家的是 每一组明星制作人的竞技项链 开始你们的选择 10分钟时间很纠结 因为它太突然了 高大格 热口 比较传统一点 然后一个是 Tablo TNG 比较新一点 我没有太多的竞技型的经验 有很多的作品 在舞台上呈现的方式 可能需要调动 杨和苏可以 在短时间内完全带动自己 我选择杨和苏 他说他要找强的 我在这里 只有他们配做我的导师 只有脏艺术家 才能在我身上浮写新的历史 狗哥 我来了 狗哥 月哥 行我就对了 不会让你失望 今年就是奔着狗哥 月哥来的 大张维老师最正宗的东北Vrapper 在这里 我选大老师 在他的战队我肯定去掉了 谢丽老板太帅了 Centu Baby Let's Go CDC 我最喜欢的话就是 还是谢丽火被燃到了也说 社区rapper走起 对不起了 前面各位老师 我已经心有所处了 范丞老师太帅了 哇 咱们大家这么残酷啊 而且咱们那那么多人呢 不用去了 下班了 初递节的感觉 都挺多的 你能用你的 你能用你的眼睛找到 我找了半天了 我说他来比赛表 他你知道 你知道他那种就是 那种昂着光的那种性格 一会儿又说 说不来就不来的那种 我们刚刚一盘算 我们喜欢的 他都在我们这边 就是说 说那个吸引力法则吧 我们这样肯定会吸引 我们想要找的人嘛 现在很坚定上来的 可能就是 跟我们说的想法 比较接近的那些人 天捧原算 哥不哥中国风 张伟老师 大老师 你们需要我 你们没有我将失去 你们的女战神 懂吗 我本来想的 我不在乎周边的人 强或者弱 但我观察了以后 发现我是不是进入一个直播间 大家要整花魂 我是美声说唱第一人 Let's go 中文说唱 来点摇滚乐的震撼吧 嗨 我是凯仙 AKA孙生公主 翻开一本叫做 《大张伟和法老的书》 上面密密麻麻的 写满了两个字 螺丝刀 来这里之前 我刚参加完 我们省份的公务员考试 公务员和说唱 我都行 我只能用大开眼界来形容 我以为我到达人秀的现场 咋 咋还有人去了上面 再下来了 对啊 墙头草 不是 你等着看 这些人就是一定是被淘汰的 是吗 就是你到时候 你把那些名字特别记一下 然后我到时候播出比对一下 那些人绝对是 绝对没有办法进第二轮 太多的时间 他们不用训练 对 我觉得其实被谁选择 这是一个伪命题 对 就是我相信真正准备好 他根本就是无所谓 他就随便走到哪一个街地上去 都可以 就剩这底街这帮人看看那个 他们就是看应该是 哪儿人少去哪儿 太多人来对他们来说 机会更少 人家也不傻 因为他们都来这儿 店子只有那么多 学长不要坐 我们自己唱牌 互相聊 互相选择的时候 有一股一次 因为总不能八个人都进一个队伍吧 若果老师那边的队伍已经有三个成员了 他们今天是今年是带着很高的目标来的 所以说他们肯定自己团体内部要在一起探讨一下 这边是最多的是坐在里面 这边 我认为我们有很多人 那是有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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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明天会有这么困难 我们那个场地是椅子坐满 前面还坐了两排人 然后再下去的楼梯 还坐了半个楼梯的人 看上去是密密麻麻的 让人喘不过气 就像是坐绿皮火车一样 我已经看到了很多人 有很多人 我认为有很多人 那是狠狠 我的天 明天会很厉害 有人在这个环节被淘汰吧 赶紧 别摸我们什么要走了 赶紧 这墙头是蒙古托胖 那你觉得那个成炉老师 应该去哪儿 哪个成炉 有一个那个人 常常你会觉得那个 戴穿白帽 戴毛白帽的去你们组吗 好了不要耍帅 30秒赶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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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厂牌谁去这边了 现在没有人 现在没有人 没有一个人去这边 反正你们先挑 你们先挑 最后一个给我 我去 我去那边了 剩下十秒 八 七 带着厂牌的荣誉 六 五 四 三 二 八 六 六 六 七 三 七 八 七 八